好 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那明天天氣如何 要來請教氣象主播老外 老外請說 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是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這一週天氣穩定不下雨的日子 今天進入到了第四天了 總的來看 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 都是情道多雲的形態 天氣真的是好到爆 而與此同時 這白天的紫外線強度也很逼人 所以提醒您 到這一週結束之前 不管是在我們的高山 或者是平地地區 就請大家注意防曬了 而這個季節加上穩定的天氣 在西半部活動的朋友們 對於空氣品質的狀況 就要多加留意 因為就今天觀測下來 西部空氣品質真的不理想 特別是在台中以南 跟高雄以北的縣市 空瓶是來到了 對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紅色燈號 而且未來幾天 也要多加留意這樣的現象 而明天還有一天的上班日 天氣的狀況等等 我們就先用衛星雲圖 來告訴大家 先前原師的氣象團隊 就有跟大家預告 就是在星期六之前 我們的天氣都會處於很穩定的狀態 這也確實就圖卡上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在我們的附近的雲系 是少之又少 縱然在我們的東北方 有一股雲系 但是因為它緯度比較高 然後又不斷地在向東移動 所以對我們的影響程度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們預估明天全台各地 都還是維持晴到多雲的天氣形態 而且如果您在白天要出門的話 這陽光如果是熱情照射的話 這防塞的工作就要請做好了 縱然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在華中地區會有一股封面形成 但是對我們威脅的程度也真的不大 我們再重新下一張的圖卡 來跟大家做說明 穩定的天氣形態 順勢帶動著白天的溫度 感覺上都會是比較暖熱的 但是清晨跟入夜之後 這溫度不免都還是偏涼冷的 圖卡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縱然明天我們的風向 是催偏東的一個風潮 白天暖熱感確實會有 但誠如先前所提到的 受到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清晨的時候溫度都會是比較涼冷的 很多平地地方的最低溫 都會在10度上下徘徊 所以這保暖的工作 目前還是不要疏忽 而同時可以清楚看到 在圖卡上剛剛所提到的風面 之後就會逐漸的形成 然後也會南下遇估到了星期天 就會影響到北部跟宜蘭地區 不僅會下雨就溫度也會轉冷 據部落裡頭跟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氣象 屏東的獅子牡丹跟滿洲 最低溫是四度 高溫是來到了二十六度 泰伍來一根純質最低溫十二度 高溫重蹈了三十度 三里門霧台跟馬家最低溫十度 高溫二十九度 是夜間的溫差大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四度 高溫是來到了二十七度 嘉義的阿里山溫度是落在四到二十六度之間 注意日夜間的溫差 南投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接近一度地點是在仁愛而高溫 是來到了二十六度 台中的和平溫度是落在六到二十五度之間 苗栗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九度地點是在南庄而高溫 是來到了二十五度 新竹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三度地點是在堅持而高溫二十六度 北部地區來跟復興 最低溫八度高溫二十六度 宜蘭的大通跟南澳最低溫降到七度 而高溫二十七度 花蓮的部分新城花蓮市跟吉安最低溫 十六度高溫是來到了二十五度 修林跟萬榮最低溫九度高溫二十五度 壽峰跟峰濱最低溫是三度高溫二十七度 鳳林光復跟瑞穗最低溫是四度高溫二十六度 花蓮南區的部分最低溫降到兩度地點是在 最濟溫高溫二十六度 台東的海岸線最低溫十七度 高溫二十九度 縱古地區最低溫降到九度地點是在 海端高溫二十七度 陸野台東市跟北南最低溫是四度高溫二十八度 南迴地區最低溫降到十一度地點是在 津峰而高溫二十八度 雅美刀尊的蘭雨溫度是落在十八到二十五度之間 外島的連江金門跟澎湖最低溫十二度高溫二十四度 我愛出看天氣讓您出門不露氣 星期天入夜之前全台各地的天氣都很穩定 适可出門走一走 不過提醒您這房市的工作要做好 除此之外在西半部活動的朋友們 就請留意這空氣品質的狀況 而星期天的晚上之後 在北部跟宜蘭地區預估受到封面 接近跟冷空氣南下的關係 下雨的現象不僅會增加這溫度 也會跟著往下掉 這個時間點就請我們的觀眾朋友多加注意了 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天氣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順行平安